大家好啊 今天刚刚来到了市场 昨天有一个湖北武汉的一个小姐姐 愿意要这个精品的萨莫叶犬 然后呢今天刚到了市场 然后我们给他选一下 大哥大哥 你做为什么 我上足了就这一个了 就这一个了 我这有个胆子要萨莫的 你这个多少钱 这个一千万 一千万你也弄黑啊 太贵了 那个老头的狗他要一千日 你营养吗 不营养 就是啊 还有你这个好 你看啊 狗给狗他平定不一样 你少多少钱不卖啊 就这一个了一千六百万块钱 一千六太高了 你这样啊 我哪都是一千六卖的 一千日就吗 一千日肯定卖不了 一千日就 你就这一个了 你卖完你了醒时了 你不耽误你吃饭 不耽误你回家 一千五百万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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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有这个母的 快来我这个客户是 拱母没要求 我这个要是拱过 我一千六我早都卖了 人家就要拱的 所以说你没卖啊 你不留下了吗 我自己留的 我也能再繁殖去 你知道吗 你繁什么啊 你繁殖 你繁殖得吃我短一个月的 那你很便宜了 肯定不快吃 一千六百万块钱 行吗 你这样 一千三百万块钱 一千三百万块钱 你卖熟的是钱 你卖熟的是钱 确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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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下架了一只这个萨摩燕 然后呢 这边还有这个边木权啊 这个边木也不错啊 非常漂亮啊 你看这边的萨摩 这边也是萨摩 但是和刚才的那一只 给客户选的那一只 这个品项就差太多了吧 一分价钱一分货 这确实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看一下这边的萨摩 和刚才那一只萨摩 品项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所以说 品项决定价格知道吧 你要好的就是好的 你要差的就是差的 有需要什么重选的 可以直接联系我啊